好 我們現在來教導怎麼樣用YouTube來製作字幕 首先我們在影片管理員裡面 然後我們去選擇我們要做字幕的部分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按鈕是 就是字幕的按鈕 我們可以按下去之後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選擇新增字幕 那它會以你原本的文字為首要的選項 然後你可以選擇台灣中文 好 首先我們在沒有字幕之前我們要建立新字幕 那我們就可以來聽他們在講話 好 那我們如果每一句話完成的時候我們就暫停 然後就把文字輸入 然後在這個地方如果你往前面拉動的話 你就會發現它會從那個影片開始的地方開始 那我們可以看到文字聲音其實是從後面這一段才出現的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紅色的撥放其拉到附近 那我們看看 同學不好意思你們在 在台灣拍片運動嗎 好 那這邊我們要輸入第二句話 好 那我們只要在這個地方輸入然後再按一個加 那它就會自動的把兩句話連在一起 那你如果它的時間非常接近 它可能會要自己稍微調整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再聽這一句話 台灣重刺 好 這句話是台灣重刺 那我們就按一下台灣重刺 按加 那它的文字都會從上一個結束點到這裡 所以我們可能要自己去調整它的位置 那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這個地方可以看到那個聲音的高底 不知道 好 那這邊就 就是你只要拉到你要放字入的地方 那就是直接把文字填入就可以了 好 可以邊做邊調整 或者是在完成以後再一起做調整 好 這句話我們有兩個人同時說話 如果你要讓它兩行的話 你只要把它打成兩行 那就會出現兩行 然後這個地方好像要再更長一點點 然後再加入最後一句 再加入另外一句話 可以跟我講一下嗎 那我們再做完以後 我們可以再做一個調整 你的文字是不是有 我們可以再看一次 然後看它的文字的調整 是不是正確 同學不好意思 你們知道台灣拍片運動嗎 台灣重刺 不知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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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上聽過耶 那個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好 如果都正確了以後 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按發布 然後在這個地方我們就會看到有一個台灣的一個中文字幕 那我們這個地方還要在新疆一個新增一個英文字幕的話 我們就開啟這個字幕 那在這個動作裡面 我們做一個下載的動作 在下載這邊我們選擇srt檔案 然後它就會下載到我們的電腦裡面 之後呢我們就可以去把這個檔案打開來 我們檔案的話我們用純文字檔的方式打開就可以了 好 當打開之後我們會看到的是這樣子的一個字幕 那我們只要用我們把我們要的 我們要打的英文再直接把它複製上去這樣就可以了 把它蓋過原本的字幕這樣就可以完成我們的編輯 好 那記得不要去把這個文字這個字 書目字的部分弄亂 保持它的 好 然後換一個說法 然後這邊再加一個 好 記得要保持它原本文字所在的位置 好 現在我們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完成了是英文字幕的製作 那它非常簡單 你不需要再重複剛剛的動作 你只要將這個檔案做儲存的動作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再回到這個字幕的地方 那我們再選一個新增字幕 在這個地方我們打上英文 然後我們選美國英文 這邊它會問你說要新增字幕或是上傳檔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新增過字幕 那我們現在要用上傳檔案的方式 我們只要將我們用現在目前這個檔案呢 把它抓上來 那我們就可以 出現一個 英文的檔案 好 那這邊一樣按發布 那你可以看得到耶 它的英文跟中文其實都是一樣 如果你要可以再檢查一次 它的時間點是依據 那個原本我們做的中文字幕 去安排的 那這樣的話我們如果再回到影片本身 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切換字幕 好像聽過耶 那個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講一下嗎 好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選擇 字幕 可以選擇英文字幕 那你就可以看到 剛剛所有的字幕都會變成一個 英文字幕 好像聽過 好 以上是用YouTube製作的字幕 好 以上